如何判断精量啤酒的品质好不好呢? 一,听,不同于普通的啤酒, 上好的精量员将啤酒倒出来的声音应该是非常流畅的, 而不会夹杂参差不齐的滋滋声。 二,看,精量啤酒的泡沫洁白细腻持久, 如果倒杯后泡沫是散得很快, 说明它的酒花用量不足或买牙用量太少, 甚至有可能是额外添加的二氧化碳产生的短暂泡沫。 三,闻,好的精量啤酒闻不到浓烈的酒精味道, 反而会闻到浓厚的麦芽香、酒花香、水果香等香味。 将一杯精量啤酒倒出, 酒香扑鼻甚至会味引先醉的感觉。 四,肠,入口不马口,不刺喉。 真正的好啤酒要具有丰富的泡沫, 而它的二氧化碳的含量并不是很多, 所以喝起来也比较柔和。 有苦味,相比较而言, 啤酒花用料足的精量啤酒其味道会稍苦些。 这种苦味主要来源于啤酒花中的一种叫阿尔法酸的物质。 要知道这是一种对健康极为有益的苦味天然物质, 且不可或缺物,酒后感觉。 通常喝完精量啤酒只是头晕, 而不是头痛哪怕喝醉了。 要知道,酒后头晕的主因是酒精, 而酒后头疼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啤酒中含有以下化学物质, 甲醛、亚硝酸盐、化学澄清辅助剂, 重金属等有害成分导致。 山东尊黄发酵设备有限公司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问题, 关注我,联系我。 柠檬发酵设备